马可福音十四章六节七节 耶稣说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在约翰福音说到 这个女人名字叫玛利亚 而她趁着耶稣做喜的时候 拿了一瓶置贵的香膏 浇在耶稣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认为不必这样子的浪费 因为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 来周济穷人 耶稣却说明 这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这个行为等于是 预先浇下了耶稣 安葬所要用的香膏 并说明这个女人所行的 将随着福音述说传扬于全地 奉献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是把自己多余的拿出来奉献 第二种是把自己所真爱的拿出来奉献 第三种是把自己既真爱 珍贵又唯一的拿出来奉献 我们是不是奉献给主的都是最珍贵的呢 我们是不是也像门徒一样 常常看中事工过于主 我们真的爱主吗 今天再次借着玛利亚 把她最珍贵的真拿大香膏 拿来打破膏在主的身上 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 至贵的真拿大香膏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愿意把这个香膏打破 把我们最珍贵的香膏奉献给主呢 求主带领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生命中的狭窄 突破我们生命中的吝啬 突破优先次序 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主